曲名字幕提供 所以我就說覺得說 我們要不要來試試看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它是一個 就是我們已經覺得跨媒體 就是舊的媒體 新的媒體 我們來嘗試 其實如果你是跟不一樣的世代 或者不一樣的觀眾溝通的話 那漫畫從他自己創作的角度 是不是也可以把這些故事 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就很巧就是剛好在這時候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應該就是可以看到 同一個故事在編劇眼中跟在漫畫家眼中 呈現出來的不同的樣子 有時候光是角色 光是詮釋角色的方式就不太一樣 明明是同一個故事 但是這個角色在電視劇的形象是這樣 但是在漫畫裡面又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覺得對於喜歡這個故事的讀者來說 會覺得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的想像 就會有更 我覺得是更全面的去了解這個故事 當然就是那個啊 他對女主角這一趴怎麼表演得很厲害的想像 就是比如說我劇情裡面當然是 就是會寫說小夏本來是怎麼怎麼天真嘛 我前面用一些場次鋪排 就是大家在面試 只有他還在那邊吃東西 然後也沒有背詞 但是等到現場的時候 那個雨傘的情節我寫出來 但是我只能用三角形的文字去寫說 他一演出的時候 評審還有周邊的人全部都安靜下來了 然後都被他表演證責住了 然後我的文字只能這樣傳達 但是他把這個證責住 對 畫出來我是覺得效果非常好 對我來說是表現力很成熟的 這個東西我驚豔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那個時候確實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直接用例子來講 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像 在一開始的這個啊 這個畫面啊 我覺得用電視就沒有辦法呈現 很難呈現 因為就是 因為電視 漫畫是一個看過去的畫面 可以同時寒掛很多格的內容 所以他可以同時讓你意象到很多東西 如果電視劇的話就得卡卡卡卡 然後不停的用那個去打他 對可是我覺得 漫畫因為可以在同時 就是包含很多格內容的時候 他在那個方式上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去運用 然後用一些很特殊的手法 讓就是那個同時呈現有不同的 你說意象的東西 跟你想表達抽象的東西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就是你說 電視劇在這方面可能就比較就是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其實後來到現場 然後我看到那個造型 就好興奮喔 就是你知道就是從開頭跟編劇們 大家討論這些角色怎麼怎麼 然後就忽然用一個不一樣的樣子 包括我最記得那個誰 就是他畫的那個角色 那個衣服也非常鮮明 然後造型就是 就是跟我們的有些是完全不一樣 有些就變成你知道 漫畫裡的美女這樣子 就是你就會很 其實會很好奇說 裡面的故事是怎麼樣 對於人家 對於人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